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自的工作学习中继续奋斗 祝各位在今后的人生里富贵安康 今年压咒来一个什么主题呢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神仙鬼怪的传说 还有故事还有事件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见鬼 我们身边总有一些让自己就怕怕的 又见兮兮的想要去了解的事情 像壮哥经历过的什么厕所的事件 酒店拍片现场等等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些通用的 可以见到鬼的方法呢 之前讲过刘硕那种高墙展向扁烟 然后走的那个 还有什么蝶仙等等 说明你要是真的一心努力想要见鬼 在技术上确实有人总结过 也拍成了电影 名字呢就叫做见鬼实法 在讲这部电影之前讲一个见鬼的事件 就是在1989年的12月 香港新界北 当时新界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上水 坟岭 沙头角 和达谷岭 在北区早年也被称作叫上粉沙打地区 新界北靠近深圳 他就叫沙头角这个弯嘛 两弯啊 对岸 我就住着对岸 那对面也是香港那边的沙头角啊 是一个89年的时候 还是一个农村的村落比较落后啊 还不像现在这么繁华交通便利啊 当时在香港算是比较穷的地区啊 这件事呢 发生在大莆田 有家叫做朝永记的茶餐厅啊 跟香港大多数的茶餐厅一样啊 什么卖一些鱼蛋粉啊 肠粉啊 面包啊 西多士之类的啊 偶尔呢 在接接电话送送外卖啊 就这么个小生意 一天中午饭点 服务员啊 忙里忙外闹得哄哄的啊 就哩 电话响 外卖 两份牛盒 一份肠粉 一份双拼 四份鱼蛋 四杯鸳鸯 等等啊 七七八八 就点了大概这么个 四个人的分量啊 还特别要求 多加合包蛋啊 这种 送到大莱田西边的一个叫秀喜花园别墅中的某一栋羚灵戚啊 那只是 服务员觉得这几个人还挺能吃的啊 也没多想 就赶紧坐好大包 然后骑着自营车 逛道逛道去 去给人送别墅 别墅赶 到了之后呢 按门铃 叮咚 站在门口看 没动一点 叮咚叮咚 然后趴在门口听 周围和房间里面 就都异常安静 听不到任何声音 只有自己的脚步声 服务员帮忙忙拍门 就有点不耐烦 说外卖到了 当然那个时候外卖服务 肯定没有现在 什么美团 外卖小哥 这么又要会抓舌 又要会打王者荣耀 会补轮胎 还得会说英文 并且正赶上当时饭点 餐厅里也特别忙 人着急送完外卖 回去干活 等了半天 服务员看看 小纸条地址 没错呀 就左右走走看看 正要抬手 准备再次敲门的时候 自嘎 门开了这么一点小凤 就是一只手把钱 递出来 递出来之后服务员说 大哥 你这门开大点呗 我外卖递不进去 那个门里边也不说话 用手指着指递 服务员说 直接翻了个白眼 外卖放地上 就拿着钱转身就走了 就边走边嘟囔 这转身弄鬼的 晚上关店之后 老板很开心 抽屉里边就清账了 手里边拿着钱 一屋一石 事屋二石 二十五三石 就在那数钱 数钱 发现这个钱里边 数着数着夹着几张 明币 他以为是服务员 可能偷钱之后 用明币顶什么 就很生气 就把服务员后厨什么 都叫过来 让他们自己交代 没人之声 没人之声是吧 好 那赶紧报警 警察来了呢 就例行询问吧 不管怎么问 这里边就是没人承认 警察安慰老板说 算了算了 你点小钱 也没有多少 你也别生气 自己店里的人呢 我们觉得不太会 就算把钱拿走了 应该也不会放明币进的 这就太缺德了 说完了呢 就走了 老板也很无奈 就是看看 行啊 只能当自己倒霉了 第二天呢 秀喜花园别墅继续交外卖啊 服务员送外卖的情况 跟第一天一模一样 晚上关店清账呢 老板又开始点钱 又发现几张明币 直接震怒 说这 你要是把钱偷走了 也就算了 这太抽眉头了 而且香港人都很信这种 然后服务员就觉得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啊 要跟老板说说吧 就说 这两家送外卖 有一家确实是有点问题啊 就把这两天送外卖的事情 跟老板说了一遍 老板想想挺生气啊 就同时也觉得 这个事有点蹊跷啊 就跟服务员说 你再接到他们家的电话 你跟我说 我自己亲自送过去 果不其然 第三天呢 又接到了这个外卖的电话 东西啊 准备好 老板就带着东西 筐吃筐吃 到别墅里面去 送到地方的时候呢 老板和服务员 遇到的情况基本上一样啊 同样 开一个小缝 手指指地 让老板把那个外卖放到地上 老板嘛 当然正赚钱为主啊 就其他的也没多管 接过钱之后呢 这次他仔细辨认一下啊 一看 那钱确实没问题啊 是真的港币啊 就放下外卖的走人了 回到餐厅 就找了一个小的铁盒 饼干盒 饼干盒 单独把这几张钱放在里边 等到老板上呢 清账啊 咔咔咔 这把水钱 一下 小盒里边还有几张啊 就打开那个饼干盒 拿盒一看 又是铭币 老板和服务员 就通体冰凉啊 头皮发麻 哆哆嗦嗦的 赶紧打电话啊 慌忙报警 警方呢 效率也特别高啊 接到报警电话之后 迅速就赶往那个别墅 但是 不管怎么拍门 怎么叫啊 就是没人答应 按门铃 门铃早就坏了 最后呢 也没办法 只能碰破门而入啊 进屋之后 发现中间一个麻将桌 地上横握着四具尸体啊 就 并且当时立刻啊 就能判断出来 这些人已经死亡了很久 那尸体都发臭了啊 就是已经很灰败了 封锁现场进行调查 就是 诡异的是什么呢 周围邻居反馈的信息是啊 每天晚上都能听到 就这个房间里面传出来那种 打麻将洗牌的声音 但是只有那个洗牌声 没人说话啊 随后呢 警方法医解剖鉴定啊 几个人死亡的时间 肯定是已经超过一周以上了啊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四名死者的胃里 均发现消化程度不超过 一到两天的新鲜食物 并且都和朝永记送来的外卖 完全相符 而在餐厅取回的证物那个名币啊 除了发现服务员和老板的指纹之外啊 还有其中两名死者的指纹 事后呢 附近的居民啊 自己家邻居出了这种事情啊 就请大师过来超度 做法事之类的 据说大师发现这栋别墅的大门朝东北 叫气冲鬼门关 是一个阴气极重的房子啊 四个人死亡时间又正好是冲煞之时啊 都还以为自己 就是死的那四个人的魂魄 以为自己没死活着呢 就是所以都没有离开这个房间 继续在里边打牌啊 吃饭啊 直到警察冲进房间 就把这个气场给破掉了 才得以脱困 最后查出几个人的真正死因 是因为打麻将的时候太投入了 烧开水忘记关那个煤气嘛 水扑出来把那个煤气 把那个火灭掉 然后煤气中毒死亡的啊 之后呢 这件事情就被香港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香港那些小报的媒体啊 大家都知道 警方更是无法给民众一个特别科学的解释啊 所以这也是香港唯一一件没有被政府隐瞒的算是人所尽知的灵异事件吧 当然类似的事件好多城市都有啊 黑龙江就有一个计程车送一个女乘客到牧原 牧原女乘客下车给张钱 然后走了 走了之后 这司机回家数钱 你看是张明币啊 这也有这件事情 还有什么加油站女工加油的时候收了一张明币 就回放那个监控录像看那个事件啊 就觉得这个车过来加油的车是纸扎的车啊 还有那种外卖小哥 好像就是美团啊 外卖小哥 就太平间也接到一个电话送到几号柜 这个事件也有啊 我们整理整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 加公众号王壮壮壮壮壮 到里面去看一看啊 那么见鬼这件事情有方法吗 有啊 壮哥推荐的这部2004年的老电影啊 见鬼实法 就里面各有介绍啊 有兴趣的小伙伴啊 也别趁着寒假周末年底假期啊 轻易的去尝试 那电影的故事呢 是几个年轻人啊 男女到泰国去旅行 晚上呢 就住在一个泰国的朋友家里 就没事在那闲聊嘛 在大家年轻人扯淡啊 围坐在一起 就像我们这样 开始讲鬼故事啊 都很无聊啊 什么凌晨 爆摊的那个摊主啊 看见一个熟人 哎 打招呼啊 熟人过来说 哎 那个我在路边发现一个老太太病倒了 你赶紧帮我叫辆救护车呗 那个爆摊的摊主啊 说好好好 回头一看 那有人背了一个纸扎人 那纸扎人还在看他啊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一个女生住在左墩的消防局附近啊 凌晨听到操场有出操的声音 女生想这么晚怎么出操啊 然后就跑过去看啊 走到阳台一看 一支日本兵的连队 就因兵借路的那种 就等等吧 哎 泰国朋友说 你这讲的都什么呀 什么 都是邻居啊 朋友啊 表妹啊 舅舅发生的故事啊 说你们自己到底亲眼见过没有 来啊 看看我这有本书啊 这本书怎么来的呢 有一天晚上 坐错了公交车啊 下车就不认路了 哎 旁边正好有个旧书店啊 就想进去问问路 然后 哎 看到这本书了啊 就500块钱 决定买一下啊 这个泰国男孩 他妈本来就是一个神婆啊 所以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 书店的老板说 我告诉你啊 你带回去之后呢 千万不要翻到最后一页 不然你就没命了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把书放在床头 开着窗嘛 外边吹进来风 哗啦啦 就带动那个书页的翻滚 男生惊醒 用手按住那个书啊 正好是最后一页 特别惊讶啊 手挪开一看 特价50 擦马脉皮的啊 就是这本书啊 记载着十种 泰国民间传说的 见鬼方法 第一种呢 什么换死人的眼角膜啊 第二种啊 孕妇自杀的啊 哎 挺有意思 那咱们就来试试吧 就从第三种啊 可以操作的开始 什么呢 换眼角膜呢 都操作不了啊 好 那最简单的 就是碑仙啊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过的 碟仙差不多 只是那个 碟子换成碑子而已啊 这我们不赘述 玩了一下 第四种呢 叫十字路鬼啊 泰国人相信 十字路口 阴气最盛啊 有很多 游魂野鬼啊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 也信这个啊 我们给什么过世的 往生的亲人烧纸 都是选择在十字路口 这些游魂野鬼呢 孤苦无依啊 又饿又渴 所以在午夜十二点 带上三菜一汤 和米饭 还有空的碗筷啊 焚香 之后在十字路口 当当当当当当当 敲碗 可以吸引这些恶鬼过来啊 但是有的人能看见 有的人看不见啊 所有的那种 见鬼的方法都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老人都不让孩子 拿那个筷子去敲碗 就会打啊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种呢 叫黑猫捉迷藏啊 午夜 就找一个树林 大家玩捉迷藏 各自都躲起来啊 就剩下最后一个人 抱一只黑猫 这个人就开始找啊 一个一个找 当找到了 还剩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找不到了 因为这个时候 鬼在跟大家一起玩 这个捉迷藏的游戏 就把这个人 挡住了 大家相继找到之后 最后一个人 还没有找到的时候 把黑猫放出去 那个黑猫会自动的 去找那个隐藏的人啊 找到之后 同时可以让那个鬼现身 好 他们几个人找 一共五个人啊 四个人相互都找到了 就剩最后一个的时候 放出那个黑猫嘛 黑猫 跑出去了 就大家赶紧啊 这 跟着那个黑猫的脚步 就去追了 那猫跑得特别快 等着大家找到的时候呢 黑猫 撞树死了 撞到树上死了 被隐藏 那个人呢 就失踪了 就大家赶紧去报警啊 第二天就去搜救 当然 警察也找不到了 泰国的朋友的妈妈就说 就是那个神婆嘛 就是说你们玩这种东西啊 本来就很危险 现在是你们玩他们 等他们真的要玩你们的时候 你们死的就都快了啊 就你说你们赶紧回香港嘛 进那个回香港之后 再等警察的这边的消息啊 但是失踪那个男生的女朋友 那不愿意丢下自己男朋友先走啊 于是呢就带出了第六个啊 第六种见鬼的方法 叫涂湿泥 这个女的半夜呢 就找到一个坟墓啊 就哇哇那个泥土 涂湿泥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尸体那个旁边的泥土弄下来 弄下来之后涂在眼睛上 据说可以见鬼 那女生涂完之后 哇产生各种幻觉 然后啊觉得眼睛掉出来了 看到一个眼珠就直接昏倒了 几个朋友过久 哇就把他救回来了 沈婆说你不要睁眼 不要睁眼啊 就是给他擦那些东西 都给他处理好了之后 才让他睁开眼睛啊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实在作死 他刚才涂好之后呢 只要一睁眼 就直接进入明界 再也回不来了啊 这个女生为了找自己男朋友呢 不愿意离开啊 另外一男一女 就先回香港了 赶紧回去 这太乱了啊 之后很久互相之间都没什么联系 各自呢 经历了这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朋友失踪啊 大家精神都有一些恍惚 有一天下雨呢 就是另外一个 回去的一个女生啊 女生呢 正好经过一个隧道 远远的去看 飘过一把伞啊 这就是第七种啊 室内打伞 也可以见鬼 她不是说隧道啊 是说所有的室内 就内部环境打伞 这个女生出了隧道之后 上了公交车 上公交车的时候 砰 这伞就展开了啊 展开了 哎呀赶紧收好 收好之后 就坐在后排嘛 后排就看 那个公交车里边 蹦一个篮球过去 蹦一个篮球过去 蹦 停那的时候 是一个人头 那个女生 一紧张一闭眼啊 然后就没有了 没有了 她仔细看一看 这 哎呦 挺吓人的 她就想 先下车吧 就下车 下车那个篮球 滚过来的时候 正好变成一个人头 咬她的腿啊 然后女生 啊赶紧害怕 旁边一个大妈 大妈看了她说 球你也怕 你怕个球你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然后那个女生 然后赶紧仓皇下车 往下跑 上楼一转身 篮球在走廊里 这个女生就突然 想起了书中的记载 就由此引出了 第八种 叫倒栽头 就是弯腰 从自己的胯下 向后看啊 就这个方法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 就是觉得自己 在野外鬼打墙了之后啊 也是这个方法 可以找到出路 那女孩就啊 回身倒栽头看啊 就看到了一个鬼的背身 在拍那个篮球 咚咚 拍那个篮球 然后拿出篮球 不拍了 那个鬼也倒栽头 就跟他碰 对视啊 哎 你说啊 赶紧跑回家啊 另外一边呢 泰国这个男生 因为自己玩的 这些见鬼的游戏 失踪了一个好朋友 自己心里很内疚啊 就去那个书店 找那个卖书的老头 过去一看呢 还有这本书啊 就摆了一排 还在卖 就无意间过去翻了吧 震惊 书里面不再是那些画里面的人了 已经变成他们五个人了 在玩那个所有的游戏啊 就他再要去找里面老头 他妈来了 蹦 把他拉住 就是那神婆 说你现在跟我回去啊 回去我再跟你说 回去了之后呢 说你们这群傻瓜啊 中了那个卖书的老头的匠头了 泰国有很多匠头的巫师啊 平时都隐藏在民间 什么书店老板啊 什么超市的营业员啊 公交车司机啊 房产中介啥的 到处都有啊 就总之泰国 在泰国玩啊 尽量谁都别得罪 高手在民间啊 这个继续想要找男朋友的女生呢 因为对男朋友日思夜想啊 所以始终没有放弃 仍然在尝试各种方法 去寻找自己的男朋友的下落 于是就开始了第九种方法 就是子夜梳头啊 这个方法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听身边的朋友啊 同学说过啊 就十二点对着镜子啊 点上两根蜡烛 哗哗哗就开始梳头啊 就可以见鬼了 发生了一系列的撞鬼的事件 梳头这个女生 就一直在找男朋友的那个 也下落不明了 于是大家想起来啊 刚刚玩这个见鬼的游戏的时候 说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 于是呢 这仅剩的这一男一女啊 就再次奔赴泰国 就找那个泰国的朋友 和他妈这个神婆 在他的 在他妈妈的帮助下 那个神婆的帮助下 完成了最后一个见鬼的方法 最后一页一翻开 去死 好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把这部电影找来看看啊 叫见鬼实法 这一期就讲到这里 加公众号 王壮壮壮壮壮壮 山海经 这本啊 山海经 再给大家展开看一看啊 哎 好 山海经 下周开讲 做广告 做广告啊 大家都在问啊 就是那个佛珠 有没有单串的情侣款 小叶子坛的手珠啊 就是我们也在一款一款的往外推出啊 还没有想过名字啊 现在就后期给我们配上图片看一看啊 这是刚刚设计出来的新款啊 要不我想啊 就用我们节目一开始给大家的祝福吧 叫做富贵安康啊 当然我们还有 还有一些想法啊 就将来做一个小小款啊 可以一家人带一样的 好 佛珠我们还会陆续的推出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拜拜 拜拜 拜拜